小女孩捡到一个人形的树枝 随后放在一个倒满牛奶的碗里 树根立马动了起来 变成一个人形的小孩 接着放到怀孕母亲的床底下 咬破手指喂了两滴血 她难产大出血的母亲竟然好了起来 原来在几天之前出现了一件怪事 事情是这样的 小女孩在赶路休息的时候 捡到一块奇怪的石头 看上去是石像上的 于是放了回去 此时从石像嘴里爬出一只螳螂 女孩没看齐眼就被妈妈叫上了车 等女孩到达目的地时 又再一次看见刚才的那只螳螂 于是跟着螳螂来到一个羊头雕像的门前 就在她准备进去的时候 庸人及时叫住了她 并告诉她这是一个迷宫 千万不能进去 随后就被带了回去 晚上睡觉的时候 女孩被什么东西惊醒 她下床寻找 但又立马缩了回去 没等她反应过来 一只螳螂出现在她面前 这见螳螂抖动了几下身体 就变成一只人形的小精灵 随后朝着外面飞去 强大的好奇心使小女孩跟了上去 来到羊头石雕的迷宫田 此时的小女孩已经忘记 仆人白天时的警告 走了下去 走到底时 叫了几声 没人回应 怪物怕女孩害怕 于是赶紧解释了一长串东西 原来这是地下王国的攀神 女孩的父亲是地下的国王 母亲是月亮女人 而女孩则是地下王国的莫安娜公主 因为公主非常向往人类世界的蓝天白云 于是在某天偷偷跑了上去 但被太阳灼伤抹去了记忆 说完女孩根本不相信这一切 直到攀神说完女孩身上的月亮胎记 他才相信 攀神告诉他 要想打开入口回到地下世界 就必须在月圆之夜前 按照书上的提示完成三件事情 接着他拿出一本书 并叮嘱女孩 只能在一个人的时候打开看 随后女孩赶紧回到家里打开 上面的第一个任务写着 有一棵干枯的无花果树下 住着一只蝉橱 需要把三颗魔石放入蝉橱嘴里 然后从他嘴里拿出一把金钥匙 这样树才能重新开花 不久女孩跟随树上的指引 找到了这棵大树爬了进去 里面潮湿阴暗到处都是虫子 树根底部几乎被蝉橱挖空了 在树洞尽头 他发现了小树 他和蝉橱对视了几眼 没给任何机会 原来他不喜欢吃这些虫子 于是女孩把三个魔石混在虫子里 让他吃了 随后传组组织接粘着的东西 二次进去 女孩顺利拿到钥匙 随后他回到家里 这时小精灵来到他身边 小精灵说 攀神要见你 于是在精灵的带领下 他再次来到迷宫 但攀神并没有让他交出钥匙 而是拿出一只粉笔 让女孩赶紧去完成下一个任务 他回到家迫不及待打开书本 但空白的书上竟然在流血 他吓得赶紧合上书本 此时房间外传来痛苦的叫声 推开门一看 发现母亲身上竟然满是鲜血 他赶紧找来继父 但这个继父并没有感到很着急 因为继父是个残暴的军官 他并不在意母亲 他只想让里面的孩子出生 好继承他的财富 为此这里时常有一只反抗他的游击武装 女孩也因为母亲病重 迟迟没有去完成第二个任务 这晚攀神气冲冲的找到女孩 只问女孩为什么没有去完成任务 还警告女孩 要是再不及时完成任务 就永远回不到地下王国 这时女孩说出了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 攀神为了能让女孩安心完成任务 于是决定先治好女孩的母亲 随后他拿出一个树根 祝福女孩 把树根浸泡在牛奶里 然后放在母亲床下 每天给他两滴血 你母亲自然就会好起来 接着又拿出一个沙漏出来 为了万无一失 还让三只精灵 协助女孩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因为接下来要去的地方非常危险 攀神再三强调 不管里面的美食再丰盛 都不能吃 还必须在沙漏漏完之前出来 否则将成为怪物的晚餐 明确任务后 女孩用粉笔在墙上画了一扇门 轻轻一推 小女孩闯入地下迷宫 穿过红色的走廊 看见桌上丰盛的美食 可走到尽头时 她被一只怪物吓了一跳 见怪物没动 女孩又仔细看了看 面前的盘子里 装着的应该是怪物的眼珠 女孩拿起来又放了回去 再看到墙上的壁画 表明这是一只吃小孩的怪物 随后在三个小精灵的帮助下 她成功取到一把神剑 而就在此时 女孩不自觉地看向桌上的美食 心想就吃一点应该没什么事 旁边的精灵极力劝阻 可女孩还是不顾精灵的反对 拿了一个葡萄 接着沉睡的怪物醒了过来 她拿出眼珠安赞的心 而此时的女孩毫无察觉 精灵在一旁使劲地暗示女孩 可女孩直接忽视 直到身后一声吵叫 女孩终于转过 她看到一只小精灵被怪物塞见的鲠子 女孩吓得赶紧桃密 此时的沙漏已经用尽 石门在窃口 危机时刻 女孩拿出盆地 在上面画出一个竹口 赶在怪物之前 查了 当晚潘神来询问女孩 办得怎么样 女孩吞吞吐吐 不敢说 之后精灵告诉潘神 女孩偷吃了东西 这下彻底卷入了潘神 女孩也因为这次事情失去回到王国的机会 但这不是最糟糕的 后来放在母亲床下的小人被残暴的继父发现 这让继父以为女孩在给母亲吓过后 母亲为了不让继父生气 于是将小人扔进火炉 伴随小人在火中痛苦的挣扎 母亲的肚子也疼了下 随后在医院中生下弟弟后去世了 葬礼上继父并没有因为母亲的离婿而感到伤心 只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此时女孩的心里早已心如死灰 这晚攀神出现了 他愿意再帮女孩一次 如果成功了就能逃离痛苦的人世间 回到没有任何痛苦的地下王国 女孩似乎看到了希望 他急切地想逃离这里 可没想到攀神要求他把弟弟一起带走 思考片刻他还是答应 接着女孩用粉笔画了一扇门 溜进了继父的房间 抱起弟弟往回赶时 却被继父发现 女孩赶紧往迷宫跑去 可到了地下入口时 攀神却说要用弟弟的血液打开入口 他不愿意让弟弟受到任何的伤害 果断地拒绝了 华康说完 继父追到迷宫抢走了弟弟 临走时朝女孩开了 而继父也被随后赶到的游击部队围住 他的下场也是他这么多年的残暴所致 此时女孩的血滴落入口 打开了地下王国的通道 他回到这里 看到了他的父皇和母后 在那里世代和平没有战争 入口之所以会被打开 因为最后一关考验的 正是女孩会不会因为自私而伤害地 显然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